我总觉得说我们是有使命感的 要活出那个我 那你就要自信自强自大 但是因为你很渺小 你就要比较就是又什么都不是 那这种之间在现实做的时候 怎么处理这种矛盾 这是我的问题 谢谢 来仔细听好一句话 一般人都要发展自我 强化自我 但是只要你用自我在运作 只要你有自我 你就会形成很渺小 只要你用自我在运作 你就会形成很渺小 当有一天你能够体会到无我 放下那个自我 当你的生命能够成为灵 那你就可以无限的可能 无我你才能够真正活出生命的神圣 意义 再来 那至于生命 意义在哪里 我们在这一套课程里面 道德经的智慧应用里面 也都会有举例 让大家可以参考 后面会有一张叫做得者天下造福万代 在第十五十五十六集的时候 有讲到这方面 得者天下造福万代 那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让大家可以参考 怎么样去得者天下造福万代 每个人所选 每个人所选所做的会不相同 那你要怎么去选 怎么去做呢 问我们自己的良心 我们真正最想做的是什么 我内心真正最感兴趣 最想做的是什么 就像你刚才提到 我们应该是有使命感而来 对 我们有使命感 每个人都有他要发挥的生命意义 至于生命意义使命感在哪里 是什么 这个需要您静下来去问自己 去问自己 你慢慢的就会找到 我的兴趣在哪里 我希望往哪方面去发挥 而真正你生命最想做的 最有兴趣最想做的 他会是一种很神圣的 他会超越世间的名利价值观的 如果你真的找到 不管你走哪条路 不管你怎么选择 你就会朝向那方面去酝酿 会朝向那方面去做 如果你能够在这个过程 认真的学习 如果你能够学到老子所讲的 淡化自我 身心柔软 那你的影响力就会越大 越无我越柔软 你的影响力就越大 所以这种哲学观 这种逻辑观 跟一般的强化自我的观念是不一样的 强化自我 你要越强势 要越积极 越怎么样 你才能够赢别人 老子看得很清楚 告诉你 那样你到最后 你是一场梦一场空 你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越来越快乐 越安心 越自在 越幸福 如果你真的能够学到柔的智慧 来 请大家好 体会 道德经 要我们学到的就是柔的智慧 学习 放下自我 淡化自我 如果你真的能够淡化自我 学到柔的智慧 你的生命意义就可以大大的发挥 至于 那我到底我的使命感在哪里 你慢慢的 慢慢的就会越来越清楚 当你有触及到你的良心 你的真心 你会越来越清楚 我内心真正最想做的是什么 那个是很神圣的 你就会越来越清楚 不是别人告诉我们 你将来要当什么家 当什么家 那些事 仅供参考 我们每个人都要活出我们生命的意义 神圣 OK 我来说是你 你 好